Hello 大家好 贝拉读书笔记又和您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聊聊 加拿大知名的羽绒服品牌 加拿大鹅的故事 加拿大鹅近几年超火 人气非常旺 从007的扮演者 戴尼尔·克雷格 到足球明星贝克汉 到好莱坞巨星马特戴蒙 到企业家马云 样是普通的加拿大鹅羽绒服 被名人们带火了 就连俄罗斯总统普京 也无形中为大鹅做了一把广告 加拿大鹅的创始人 是一个名叫Sam Tick的波兰移民 二战之后到了加拿大 最早公司也不叫这个名字 而是叫做Metro Sportswear 专注于冬季户外运动系列产品 一开始也没什么特别 就是手艺特别好 做出来的东西特别暖和 后来在八十年代初 由Sam Tick的女婿David接手 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由于商标版权的问题 改名字为Canada Goose 一直到这个时候 也就是个专门做质量好的 羽绒服的家族企业 也为其他品牌做代加工 公司的真正崛起 归功于家族第三代 David Reitz的儿子 叫Dani Reitz 1996年 达尼毕与多伦多大学 主修专业是英国文学 他曾立志成为一名短篇小说家 达尼曾表示 最喜欢的作家是马尔克斯 尤其是最喜欢他的百年孤独 另外 他从小也热爱旅游 转了一点钱就跑出去玩 一次 他从苏格兰出发 一路搭便车去英国伦敦 他曾买了一辆车 一路走一路玩 在车上整整住了一年 甚至还在农田等野外露营 尽管他的专业 似乎和家族企业完全不沾边 不过 1997年 达尼还是继承了外公和父亲的事业 以第三代的身份加入到了公司 他说 起初我并无心继承家族企业 我想先当临时工 在公司工作三个月 赚一笔旅行费用 然而三个月过去之后 又留了三个月 我逐渐发现工作的价值 和属于这个品牌的机会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达尼强调 顾客需要货真价实的产品 而加拿大额最与众不同的 就是他的真实性 因此当很多知名服饰品牌 开启全球代工模式时 达尼仍继续坚持在加拿大本地生产 在他看来 Made in Canada 才意味着质量和品质的保障 作为家族企业传承的第三代 他的心愿就是让加拿大额 变成独一无二的加拿大特产 就像日本的白色恋人巧克力 北欧的家具设计 瑞士手表一样 另外 达尼喜欢环游世界 喜欢旅游 他在游玩的同时 也在领略世界各国的冬季服装时尚 他发现 自家的东西虽然质量很好 但是比较笨重 长得特别像军用打衣 裹在身上简直是反时尚 达尼发现 以前旅游去过的国家 日本呀 欧洲呀 那些地方的人不像北美这边的人那么随意 他们对高品质的东西是非常有追求的 于是 达尼在确保自家服装内在羽绒质量的基础上 努力改善品牌的外在形象 向精致 轻盈和时尚的方向发展 2001年 达尼成为了公司的总裁兼CEO 开启了公司的新时代 这里插播一个小知识 挑选羽绒服的指标 1.填充物 需要看里面是鸭绒还是鹅绒 鹅绒做填充物 成本和档次比鸭绒高 鹅绒又分为灰鹅绒和白鹅绒 就保暖性而言 灰鹅绒是最好的 其次是白鹅绒 鸭绒排在最后 羽绒服轻而保暖 但是不能沾水 一沾水里面的羽绒 就会失去保暖性 所以 鸭绒或者鹅绒的羽绒服 最好是采用干洗的方法 加拿大鹅的填充物 采用的是最优质的白鸭绒 以及胶狼毛 重要是鸭绒 虽然它们号称是鹅 goose 但其采用的填充物 其实是鸭绒 另外就是胶狼毛 胶狼是生活在北美的一种 非常普遍的小狼 数量很多 所以采用这两种动物的毛 也是它们的特色之一 用这两种动物的毛 制作既能保暖 又可以让羽绒服的重量 足够轻便 二 重量 一般一件羽绒服的重量 在200克至500克之间 短款羽绒服 中长或者长款的 重量当然不能放在一起比较 三 蓬松度 这个是衡量羽绒服品质 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意思就是 羽绒的蓬松程度越高越好 正常情况下 选择500至700为一 更高的800900的 当然更好 但是价位也肯定上去了 其实蓬松度过高也不好 容易松垮 会影响羽绒服 对身体的保护性 加拿大鹅的羽绒服 蓬松度一般都在625以上 平均在700左右 有的这些直观的硬核品质保证 我们来看看达尼是如何把加拿大鹅 推上高端冬季服装的神坛的 达尼在成为品牌CEO初期 就对羽绒服市场做了很深入的研究 他发现 一些比较知名的牌子 例如 The North Face 哥伦比亚 定价都在两三百块美金 再往上走 就一下子到了近2000块美金左右的 Montclair 中间断层 没有1000美金左右的羽绒服品牌 那干脆 加拿大鹅就来占领 这个区间的市场吧 就这样 把自家产品定位到了 高档预含品牌 原先 加拿大鹅被认为是在欧洲 和加拿大拥有小众市场的顶级预含品牌 达尼接管公司之后 开拓了功能性和时尚性兼容的新的品牌定位 公司建立了更广泛的销售渠道 并在欧洲市场颇具声明 欧洲零售商将该品牌羽绒服认作奢侈品 所以其高昂的定价没有被质疑 并且加拿大制造成为了一个可以进行市场营销的巨大卖点 消费群体对加拿大鹅品牌外套的防含能力毫无质疑 该品牌甚至在斯堪德纳维亚地区 比在加拿大更受欢迎 欧洲市场的成功 使该产品在加拿大本土和其他地区也广受关注 加拿大鹅本土制造的战略 也在加拿大市场广受豪评 在达尼的领导下 公司的销售额从2001年的300万增长到2008年的1750万 公司的年销售额以每年百分之几百的惊人速度持续增长 波士顿私募股权投资公司贝恩资本 看好加拿大鹅的发展前途 在2013年12月 以大约1.75亿美元购买了加拿大鹅品牌70%的股份 当时加拿大鹅的市场估值约为2.5亿美金 戴尼继续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并继续拥有该公司重要少数股权 作为一家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 贝恩公司先前领头了多家加拿大公司 包括Shop's Drug Mart Panbody娱乐产品和BTI系统公司 贝恩同志有限公司的参与 将有助于刺激加拿大鹅品牌市场的国际扩张计划 有了贝恩私募的参股和资金支持后 加拿大鹅加快推动电子商务的增长 2014年8月 Canada Goose在加拿大推出了直销网站 2015年9月在美国上线 2016年9月相继在英国和法国也开设了网上直销平台 2016年 加拿大鹅在敦伦多的Yokdel商场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欧洲以外的市场中 加拿大鹅在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最为成熟 2018年以后 加拿大鹅也在中国开设了电商直营 并在几个重要城市北京 上海和香港开设了实体店 该品牌现阶段在50多个国家出售 今天 Canada Goose在加拿大拥有生产员工超过2000人 并且成立了缝纫学校 以传承加拿大的传统工艺为荣 目前 Canada Goose的全球封销策略 包括批发和零售两个渠道 批发方式就是和各国本地的封销商合作 零售渠道基于户外 奢侈品和在线零售商合作 特别是在各国开通电商网站和直营零售店以后 盈利更加蒸蒸日上 这里我们再插播一个小知识 有人说加拿大俄的logo就是加拿大的地图轮廓 这是错误的 其实加拿大俄logo与加拿大地图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加拿大俄的logo也的确是一幅地图 其logo的白色区域常常被误认为是陆地 但又找不到任何一块陆地轮廓与直向对应 其实它不过是一幅北极地区的地图 白色区域对应的就是北冰洋的轮廓而不是陆地 白色中间的几个蓝色块则是代表了陆地岛屿 上面三个蓝色块从左至右分别代表着新西伯利亚群岛 共青团圆岛和新地岛 下面的代表斯比兹贝尔根岛 中间大家俗称的小太阳是北极点 一圈的12条红线就是金线 外圈的枫叶自然是代表着加拿大国 上面是加拿大俄品牌的英文全称 下方的Architect Program字样直译就是北极计划的意思 象征着加拿大俄品牌为北极科考计划而生的极地预含能力 地图标志也呼应了这一主题 加拿大俄经常使用赞助和产品植入的营销方式 经常赞助的一个项目就是加拿大的天气预报频道 另外 加拿大俄在好莱坞 号称是每一个电影视制组 去寒冷的外景地拍片时的非官方夹克 连续赞助好莱坞拍片超过20年 在不少美剧和电影拍摄现场 都曾出现过加拿大俄的身影 例如权力的游戏丹麦女孩等等 还赞助过圣丹斯电影节 柏林国际电影节和多伦多国际电影节 用名人效应来宣传品牌 确实对销量起到很大的影响 并且有利于加强品牌的高端定位 加拿大俄也赞助世外冒险者和体育选手 来推广自己的羽绒服 当然大多数都是世外寒冷的冬季赛事 贝恩资本投资公司 最终成功带领加拿大俄控股公司上市 加拿大俄于2017年3月 首次公开发行2000万股股票 股票价格为每股17美元 代码为GOOS 交易首日 股价在开盘时涨了40% 这是2017年出现的第二大IPO交易 对贝恩资本投资公司来说 这笔收购可谓巨大的成功 与三年前收购加拿大俄时相比 该品牌市值最终成功翻升了7倍 达到了17亿美元 加拿大俄的营销策略主要就是两点 1.强调自己产品的功能性 号称预寒神器 是地球上最温暖的羽绒服 可以预寒零下30度的气候 抢走了不少走精致设计路线的 羽绒服品牌的市场 2.加拿大制造 为了降低成本 服装业界的普遍做法 都是将生产工厂放到劳动成本低的国家 但是加拿大俄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坚持每一件羽绒服都是Made in Canada 所以生产成本高 强调产品贵有贵的道理 最后通过赞助和植入效应 来推广产品的高端定位 通过专卖店和直销提高利润 加拿大俄一步步走向了成功 好了 加拿大俄品牌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贝拉读书笔记感谢您的聆听 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